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概是有一百兆这么多的微生物在我的肠道里面 可以摸摸你的肚子里面就是有这么的多 好 那一百兆我们把它更具体化一点 到底它是有多少呢 好 那我们人的细胞 各家不同的讲法 但是以比较通俗的讲法来说 以如果是一个人的整体细胞来说的话 大概这个一百兆是 应该是说占所有里面 占了整个人的就是说体细胞的百分之九十 也是它基本上人只有十百分之九十 都是这个微生物 另外的话 如果我把它通通加起来称重 它其实相当于是有1.5公斤 那这1.5公斤相当于就是一个肝脏的一个重量 好 那这里面呢 也接近有四千种 这一百兆里面 我们如果把它做一个分类 其实大概有接近四千种的微生物 然后如果我把这个大便把它干燥之后 其实这里面有75%的一个干重 是跟菌有关的 好 那再说一个数字 我这边没有列的 大家知道地球的圆周有多长吗 大概是四万公里左右 好 那如果以一个菌 平均的长度大概是0.2微米来看的话 好 0.2微米的话 那你知道你肚子里面的菌把它做排队 可以排多长吗 可以绕地球两圈半 OK 好 所以大概大家应该对于肚子里面 现在有多少的微生物 应该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了 对不对 好 事实上大家知道 baby刚出生的时候 肠道里面有微生物吗 有没有微生物 好 其实你从这张图就会看得出来 你看 这是baby在出生的前七天 整个微生物变化的情况 在第零天的时候 所有的微生物都没有 因为baby在发育的时候 在羊水里面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完全无菌的状态 但是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那既然baby是一个无菌的小生命 但是为什么它出生之后开始 到现在我长这么大了 肚子里面就会有一百兆的微生物 好 那其实大概有两个地方 好 两个地方会有这个微生物 开始进到这个小朋友的身体里面 第一个地方 好 第一个地方就是 当小朋友在通过产道的过程 好 他会接触到妈妈所 就是说在那个产道的 这个部分的微生物 所以当然我常常在 跟学生介绍的时候 我都会说 这其实是一个污染的过程 好 就是说 因为这个污染 所以造成身体里面 baby开始有了菌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文献也提到说 其实妈妈在怀孕的过程里面 多补充一些益生菌 其实是可以增加 小朋友他在出生之后 肠道菌群建立的一个效果 第二个 来自于哪边 好 来自于其实刚刚潘教授有讲到了 其实在所谓的补充母乳的部分 好 母乳的部分 尤其出乳的部分 它其实是可以提供一些 微生物的一个来源 但是大家一定很奇怪啊 为什么妈妈分泌出来的母奶 会有益生菌 事实上并不是母奶有益生菌 因为妈妈在做 常就是说会有这个 所谓的母乳的分泌的时候 它这些益生菌 其实它会在妈妈的这个母乳 就是说这个乳头的周边 那当然这些益生菌 它就会随着这个母乳 进到小朋友的身体里面去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概就会有 就会有这两个主要的途径 当然并不是只有这样 当然你如果说 你提供给他 像现在很流行的 也有一些会补充益生菌 给这个小朋友的 那当然是另外一种 额外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来源 好 所以当然我们会发现到 当小朋友一出生被污染之后 刚开始起来的是大肮感菌 但是当我今天慢慢地 给了母乳 给了这个牛奶之后 因为事实上这些益生菌 它们最会利用的 就是母乳这一类的 牛奶这一类的乳制品 所以在中后期开始 这个比较好的乳酸菌群 或者是这个双叉乳酸杆菌 它就慢慢地上来了 好 上来之后呢 我们发现到 这些大家可能一般认为 比较不好的 它就慢慢往下走了 所以事实上越早给小朋友 开始有母乳 其实越好去建立它的一个 一个这个微生物的一个菌群 好 那当然 随着年纪的增加 我们离乳之后啊 慢慢地 其实这一般来说 我们比较认为是比较不好的菌 一开始就慢慢地维持持品 那当然这张图看起来 其实它是一个正常的人 如果说是一个比较喜欢吃的比较脂肪含量高啊 大鱼大肉啊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所谓的吃香喝辣的人啊 那这可能会飙得更高 然后再来就是红色这一条可能会飙得更高 紫色这一条可能会降得更低 那所以事实上在整个成年期来说 正常人来说 这几个菌 它大概彼此之间会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但是当然还是跟你的这个日常生活会有很直接的一个关系 吃进去的 让它消化的这些成分 让这些坏菌喜欢的 它的比例就会越来越高 那越来越高 其实第一个马上冲击到的 就是环境不良 尝到环境不良的话 当然小恶魔增加 大概就开始会有吸收不良 会有一些腹泻 当然有时候的这个腹泻 你是感觉不到的 是一个轻度的腹泻 但是当这个比例越来越高的同时 那就会开始 从这个肠道环境不良的腹泻开始 就会影响到其他的部分 包含它可能会造成一些新陈代谢的失调 那这个可能就会有所谓的一些高脂 血脂症 肥胖等等的 这个其实都会因着肠道的菌群的变化而产生 那当然最近这几年开始有很风行的一个研究 就是刚刚其实潘教授也有介绍到 这个肠道其实它是会影响到脑部的 那我们称这个叫做脑肠轴线 或者是叫肠脑轴线 就看你喜欢讲哪一个在前面 那大概原则上它就会引起一些 可能一些脑部机能的异常 包含可能自闭症 失智症或者是一些忧郁症 就会从这边慢慢的开始 通常我们现在在一般的商业上的益生菌来说呢 它基本上两个大概是它的基本款 一个叫做耐酸 一个叫耐胆炎 为什么要耐酸 因为就是希望可以通过胃 这样子的一个胃酸的考验 那还有这个小肠的前段 胆炎的这个考验 那大家知道吗 大家的胃酸 PH值是多少 二 还有没有 刚好你讲到的 不能讲你不对 但是刚好借在这中间 当你空腹的时候是一 吃饱的时候是接近三 OK 那你觉得 我今天要吃乳酸菌 什么时候吃最好 吃饱的时候 虽然它怕 它是可以耐胃酸 但是当然你可以让它 不要这么酸的时候吃 让它可以通过的比例更高 它耐并不代表说 它一定都可以活下来 它只是说 在这个吃进去 进到消耗到前段 这个小肠前段之前 它是可以有一定的耐受性 那并不是说它完全的耐酸 所以当然我们在这边 商业化的考量 或者说大家在吃的这些乳酸菌 事实上都有做这样的一个筛选 它简单的来说 就是益生菌的食物 也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增加益生菌 然后再给它一个好的食物的时候 它当然可以长得更好 可以提供给我们更好的一个 好 更好的一个保护的效果 那当然这些的益生菌很多 大概都是一些果糖类 但同时 事实上大家现在在吃的这些 这些商业化的产品里面 其实很大部分 它其实这两个会同时的一起 一起在这个产品里面会提供 好 第一个当然 这个免疫的 我想这个大概刚刚潘教授 有跟各位介绍 另外的部分 它可以有胆固醇的一个调节 然后有这个 这个血压的调节 好 那当然这另外 我实验室有做了一些 它其实是可以对于皮肤 有一些保护的效果 那另外当然最直接的 就是这个维生物的相的调节 但是这边有一个概念 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当我今天吃这个活菌 它会有效 但是有一些的文献 它提到说 它吃活菌 吃活菌 除了吃活菌之外 其实吃这个活菌的 所谓的代谢物 或者是把这些活菌 把它给杀死了之后 它的这个细胞碎片 它其实也有一些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除了脑肠轴线之外 最近有一些的报告 已经提到说 它有所谓的肠肌轴线 这个肌是肌肉的肌 那它事实上是可以去 可以去增加一些肌肉的耐力 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可以看一下 左下角这个地方 因为我补充了好菌 所以让这个所谓的 后臂菌门的这个菌数增加了 增加之后 它可以因为肠道的 这个功能性增变好 所以可以提升 这个肌肉的一个运动能力 制作的流程 我想大概就是用鲜乳 然后我们这边有这个接菌 我们叫接肘 然后经过发酵 那这个发酵的时间 原则上在这个 在这个优肉乳的这个系统里面 大概短则四个小时 长则八个小时 原则上它不会把 这个发酵的时间拉得太长 因为越长越酸 好像今天我学生拿了一个 48个小时给我的 哇 那个一喝下去 完全就是 你就觉得它就是醋 所以就变成说 我们会去控制它的发酵时间 这个也是在 商业量产上面一个 很重要的点 那之后呢 就会有所谓的调和这件事情 那调和这个当然也是大家最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营养的部分 他会觉得说 这个地方其实会有 加糖跟香料这部分 所以当然现在也有很多 它在调和这部分 已经慢慢的把它变成是比较 没有那么样的一个调和 那最后才是 就调和没有这么多的糖跟香料 那最后才是过滤 充填跟分装 那实际上发酵乳 它其实是有几个不同的分类 那其实上面这边 大概跟乳脂肪 大概都是固定的 只有后面这边有调味过的 它其实乳脂肪 就可以有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比例 那这是CNS的一个要求 但是在CNS上面 它会要求的是郡素 像这个一定要1000万以上 这个是所谓的一般 我们讲的发酵乳 那保久发酵乳 为什么不用郡素 因为它杀过菌了 它可以常温保存 所以我们当然不可以在这边 要求它要有菌嘛 因为它杀菌了 但是后面这边 这个调味发酵乳 或者是这个发酵发酵乳饮料 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曲线瓶 那个我不好意思 我不能讲产品的名称 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有理解 就是那个喝起来酸酸甜甜的 很好喝的那个 菌粉原则上 它就必须先发酵完收成 那中间会有一个调和的程序 这个调和程序 其实就是整个菌粉制作的关键 也就是说 它必须要在这个地方 给菌粉很多的保护 就是保护啦 那这个保护大概 包含它可以用牛奶 奶粉 可以用豆奶粉 可以用麦芽糊精 膳食纤维等等来去保护菌体 为什么 因为后面我这边要去做干燥的程序 我这边讲的是冷冻干燥 当然它还是可以用很多不一样的干燥程序去做 如果一般的发酵乳 那它实际上没有杀菌的 好像我们平常在超商里面看到的这个 在冰箱里面的原则上 它保存就是在4度C 而且一般保存的天数跟剧产品有不同 一般我知道的大概是在21天上下 那还有一种发酵乳是已经经过杀菌的 就是刚刚我讲的没有菌的那种 它只有这里面可以提供好处的 那另外就是所谓的这个粉剂胶囊跟定剂 它其实在常温保存 但大家要记得 常温并不是说随便都可以乱丢 它其实还有一个定义就是 它不可以直接的受到太阳的照射 而且它必须要是在一个凉爽干燥通风的一个环境 好 最后了 时间不好意思 我再给我一点时间唠叨一下 我们怎么样聪明的选择吃益生菌 怎么样让我的肠味道可以渐肠常见 第一个菌素很重要吗 其实我们看市售的这个产品 它其实从1亿个每一克 我们都用1克当标准 1亿个到每一克有200亿 到底真的比较多又比较好吗 好 其实不是 我们常常骑的有去分析一下这些产品 其实很多菌素很多 它当然都有一些它是拿来做一些充填的 所以我们应该去认知这里面有效的菌株 真正有作用的菌株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标示上面最前面的一个是谁 那个就是最有效的数量 也就是说它其实就是希望提供这整个功效的一个部分 再来菌种很重要吗 那其实我必须说是没有错 因为这个菌种它才是主宰着 它是不是有什么特定的功效 或有什么特定的一个功能性 但是很多人就会说 它到底我要选的是单一还是多重 其实都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只要科学证据说它有效 就是说我们认为 不论是单一或者是多重菌株 多重菌株 其实它都有它的一个效果 当然你也可以去认一下 它是不是有菌株的编号 现在Google很方便 你可以去认一下它有没有编号 把这个编号打到Google里面去 我就会知道说 这个菌是不是曾经有被发表过 它有什么样的功能 最后技型重不重要 其实技型就是因着它 到底我要用什么方式来保存 用着什么方式来投给 就像我家人 他们有一些人不喝冰的 那你叫他喝优酪乳其实就很辛苦 所以他改吃粉的 另外的话 它到底是菌体有效 或者是代谢物有效 那这个当然也影响着 这个所谓的技型 所以我说选择你所爱 爱你所选择 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大家还可以去认一下标识上面 有没有我这边所写的 这一些的菌 为什么有这些菌 因为事实上 我们的卫福部食药署 它有要求一个叫做 可供食用的食品原料 好那我们目前在市面上 流通的这些商业化的产品 好它都必须要在这些列表里面 那当然在这些列表里面 是以这个所谓的乳酸杆菌 它的数量是最高的 好以上不好意思 超过了一点时间 谢谢 感谢观看